这些米酒瓶都有公文 都还没开封过 是真的米酒瓶 我要抗争 带着树坪米酒瓶搭电梯 李明燕的目的地是这里 这里没有人很安全 大家小心点不要过来 因为大家看着 这是米酒瓶 我来这里抗争 走进台北市劳动局办公室 在没有人的走廊上 李明燕仍米酒瓶泄愤 每一个道上面有公文 这个台北市政府 然后才过去犯本 李明燕买劳动局接连多起弊案 李明燕开直播骂政府 一边叫嚣一边狂砸米酒瓶 玻璃碎片四散 7号下午5点多 他闯进办公室大闹 李明燕随即被警方 依照侮辱公署罪嫌 现行犯逮捕 监察员都讲了 严重破坏政府形象 那公署就是错的 怎么是我在侮辱他 是他们这些公务员 这些政客在侮辱自己 事发隔一天 李明燕上午到高等法院开庭 因为过往闹事 不是第一次 为什么我公认的说 公文那个攻击网 没有人管他攻击网 去年他曾带着钢筋冲进劳动局 攻击局长赖湘麟 一审北院认为 李明燕殴打一下 不至于造成重伤 以伤害罪轻判三个月 得一颗罚金9万元 没想到案子还在上诉 他有跑到劳动局闹事 我倒是政府抗争 这是合理的对抗政府暴政 认为自己是合理抗争 但打人砸东西 李明燕的抗议手法屡次激烈 想争取的劳权 也恐怕会被转移焦点 记者许致命王林竹 台北采访报导